大家趕緊就座齁 那個手機麻煩關震動齁 我小人齁 我這個題目是 演講的題目是 國家變變變齁 這頭一個便是 慶菜隨便的藝術 有聽不懂台語嗎 有人聽不懂台語嗎 聽不懂台語 其實台語不懂台語 所以我參在講的 沒關係 這個第一個便是 隨便慶菜的意思 現在的人對國家的官人都很慶菜 比如說 兩國是不是國家 感覺兩國是國家的雅手節 沒有齁 這樣大家都知道 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不是齁 大家都知道 例如說 克里米亞自治國 是不是國家 克里米亞自治國 最近新聞常常出現的 他也不是國家齁 他的英文是 Crimia Autonomous Republic 就是自治的共和 所以他沒有講國 他只是講他是一個自治的共和 所以他只是一個政體 他只是一個烏克蘭這個國家下面的一個自治的政體 他有自己的議會 他某種程度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內部事務 可是呢 關於一些外交啊 國防啊 一些比較敏感的核心的權力 那是在烏克蘭政府手上 所以 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 這個 美國的那個助理 國務院的助理 國務卿羅素 他說 他在那個一個 美國眾議院這個 一個聽證會上 說 也提到說 台灣自治 結果台灣有一些媒體就 大篇幅報導 其實 這有一點太 台灣人渴望自治的心太熱烈了 可是所以 一看到人家羅素在這種場合講這種話 所以就 覺得很珍貴 其實 你如果了解台灣地位的話 你就不會這麼想 為什麼 首先 他說台灣自治 他並沒有 他有兩個層次 沒有講清楚 第一個 是政治上的 是哪一種自治 是政治意味的自治 還是法理意味的自治 第二個 在誰之下自治 是在中國的主權之下自治呢 還是在日本的主權之下自治呢 還是在日本天皇的主權之下自治呢 還是在中日共同的主權下自治 他沒有講啊 所以你不要看到台灣自治就爽了 那跟什麼一樣 對不對 搞不好是在中國底下自治啊 對不對 所以 其實 台灣早就 如果是以政治意味的自治來講的話 台灣早就自治了 政治意味的下 就是台灣關係法下的意味 其實在1950年以前 美國的 檔案裡面就顯示 他就是要讓台灣人叫做 Semi-Autonomous 叫做準自治 什麼叫準自治 就是說 他的行動看起來 有某一種獨立性 不完全獨立 沒有到Self-Government的程度 但是他是有某一種獨立性 那你說我們台灣現在不就是這樣嗎 對不對 台灣人都覺得 欸我有個政府 我有個陶雞 可以管我們 可以管理公眾事務 然後 好像也可以參加某一些國際事務 這就是某一種程度的獨立 可是其實 一點 一點都 但這其實就是台灣人的政治煉獄啊 所以不要看到 那你用常理判斷 他沒有講哪一種自治 那你想想看 他一個國務院的助理國務卿 他在那種場合講那種話 意味著什麼 當然絕對不可能是改變美國的政策 對不對 因為改變這種政策的重大轉變 一定是總統的權利 要不然就總統授權國務卿出來講 所以絕對不會是助理國務卿 在那種場合講出來 所以那種場合 一個助理國務卿在那種場合講出來 他只是在證實美國以往的政策 並不是一個政策改變 所以台灣人不要看到這種 就 就見獵心血 對 那我們的路還很遙遠 所以我們才要來講這堂課 什麼叫做國家 國家的概念是什麼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 第二個變化多端的意思 就是說這個 世界上的國家的組成型態是變化多端 像我剛剛不是講 烏克蘭它下面底下 可能有一個克里米亞自治體 對不對 所以說 就像是聯邦國家 像美利堅合眾國 就是美國 它是一個聯邦 聯邦國家 它有很多州對不對 每個州有某種程度的主權 不完整 就像這種聯邦國家一樣 不是聯邦國家的 譬如說像西班牙 西班牙它下面也有很多自治體 它分成17個自治體 然後兩個自治城市 所以 國家的主人型態其實是千變萬化的 最複雜的就是像大英帝國這一種 這種超級複雜 那我們了解這個以前到現在 這些世界上主要國家的主成型態 我們才能夠分辨說 什麼是比較好的國家 什麼是我們台灣人想要追求的國家 或者是說 體制 這幅圖有沒有人知道 知道舉個手一下 這幅圖是那個17世紀 有一部很有名的政治學經典 叫利維坦 台灣翻成距林論 它是這個政治學的經典 因為 這幅圖就是那部書的封面 它為什麼是政治學的經典呢 因為 它是這個社會契約論的源頭 也就是說 剛剛前一位講師有講到憲法 憲法的來源從哪裡 為什麼 現在我們會有這種觀念說 人民有權利參與政治 有什麼樣的權利去 對自己的事物 對公眾的事物做主 其實就來自這個社會契約論 但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 在17世紀的時候 有另外一部著作 也是一個很畫時代的經典 就是 格勞修斯的戰爭與和平法 一個是國際法的經典 一個是憲法學的源頭 就是社會契約論的源頭 就這一部 它這幅圖呢 就是很傳神的刻畫 什麼叫做一個國家 因為以前的國家就是軍權神獸 那近代國家 它怎麼樣從軍權神獸 轉變成現代的主權國家 就是 這本書 它很大一部分在講的事情 那 你看這個巨人 每一點每一點 都是放大來看 都是一個人 都是一個人 所以 這個巨人的肉體就是人民 就是the people 那巨人的右手哪一把寶劍 左手哪一把權杖 寶劍代表的是這個 世俗的權利 譬如說戰爭啊 征服啊 佔領啊 行政權啊 就是 世俗的權利 這個 權杖代表的是這個 精神方面的權利 在西方國家 通常是代表像 那個教宗啊 這種 這種 宗教方面的精神權利 但是 但是你在那種 現在不是政教合理的國家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那種 主權者有權力訂定什麼叫做 教科書的歷史詮釋權 它可以決定說 我們這個共同體要怎麼 是歷史 所以 好 問題來了 這個皇冠 這皇冠就代表主權權威 所以戴皇冠的是誰 是那顆頭耶 不是任何一個細胞耶 懂我意思嗎 也就是說 這顆頭才能代表 這個人的想法 我們也許 我們這個細胞可能有 免疫系統 循環系統 神經系統 對不對 神經系統就像立法院 立法機關 這個循環系統 免疫系統就像是行政機關 免疫系統就像司法機關 所以司法是最後一道防線 因為你免疫系統壞掉就是得癌症 那 這個神經系統就像是我們的立法機關 所以它是決定人的意志 它可以連到腦 脊髓連到腦 所以 這個 這個就是叫做元首 這叫做元首 所以是元首在戴皇冠 不是 不是每一個細胞在戴皇冠 懂我意思嗎 但是每一個細胞可以去參與這個巨人的運作 不好意思 好 這個 所以這個元首有兩種 一個種叫國家元首 the hell of state 一種叫政府元首 the hell of government 那 國家元首就是主權者 政府元首就相當於統治者 主權者跟統治者是可以分開來的 OK 這有句話叫說 在地上沒有別的權威可與之相比 它取之舊約約伯記 就是這一句拉丁文把它打出來 那 各位如果有 我建議各位 最好去這個 去翻舊約約伯記裡面 這個 約伯跟耶和華的對話 就在講這句話 有提到這句話 跟利維坦這個海怪 他們的對話就很傳神的在講 什麼叫正義 什麼叫做主權者 台灣人會有時候會自怨自愛說 台灣就像國際孤兒啊 如果你美國說你佔領我 為什麼你都沒有現身說你是佔領者 你都藏在後面 就像如果 他說如果你上帝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為什麼我們遭逢不正義的時候 你上帝都沒有出來拯救我 約伯跟耶和華有類似的對話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好 我的順序大概是這樣 一開始是先 簡單 讓大家有個概念 從一些時事觀察 引進一些概念 什麼叫做軍事管轄權 什麼叫美軍在台的 什麼叫軍事政府拉 然後我用自然法說明什麼是管轄權 再來講 國家的幾種概念 Country Nation State 它的幾種基本的術語 然後 嚴格定義 不知道有沒有時間講 最後講盧梭的主權在民 為了暖身 我們先講幾個主要的概念 這個 這個 各位常常在這個新聞媒體 報章雜誌常看到 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 台灣 他把這三個術語都混著用 這三個是同義詞嗎 這三個跟一樣 都一樣 不一樣嘛 怎麼不一樣 對 我們現在就說怎麼不一樣 這個有五種概念 基本上有五種概念 這是不同的五種概念 這個國家的實體 名字 政體 政府 政權 就好像剛剛那個巨人 對不對 那個巨 那個霍布斯就是說 國家就是一個人造人 我剛剛講那個巨人 那個是一個人造人 每一個細胞都是 我們人民 所以 在國際法來講 這就是那個人 這是人的名字 這三個是那個人的人格 所以人格有三種等級 人格有 這個國際法人 國家這個國際法人 有三種人格 這個人格有三種等級 他有一個人 人的實體 人的名字 人的人格 你可以這樣想 所以呢 在1912年 這個階段呢 中華民 就 這個中國這個人呢 他的人格 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人格誕生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他政權是元世凱 然後在這個階段呢 所謂元世凱復辟嘛 所以他的政體是帝制 他的名字就不叫中華民國 叫中華帝國 政府是中華帝國政府 比如說在這個階段 所謂普遺復 張勳公普遺復辟 所以這個是 名字又叫大清 所以呢 所以同樣 他可以改名字 他可以改正體 他人格可以分裂 可以改變 可是他人都是同一個喔 他人都是同一個喔 同一個人喔 但你們可以回去想想看說 中國跟大清帝國是不是同一個人 你可以去想這個問題 這是很有趣的問題 那你看 這裡有好幾個階段 一直到這個階段 在譬如說 普遺回去滿洲 成立滿洲國 後來又變成帝國 他本來是共和變君主 然後在 後來這個日本 大日本帝國也在 蒙古那邊扶持德王嘛 所以這個 在1945年的時候 這裡 當然有人說 他有四個政權 什麼 毛澤東政權 光晶衛政權 蔣介石 林森 對不對 跟普遺阿 所以有四個政權 但事實上 不管哪個政權 不管哪個政權呢 他的國家法人都是一個 就中國 但是 這裡有 滿洲國是有點 很尷尬的角色 因為滿洲國 他是有 有正當性 獨立出去的 我都不提那麼多了 他獨立是有正當性的 就是說除了普遺以外 那三個 毛澤東 汪精衛 跟蔣介石 他們搶奪的只是同一個 中國下面的代表性而已 那1945年10月25號 發生什麼事 就是 四個國家 以美國為主 通過一個國際協議 授權 麥克拉瑟將軍 作為 盟軍對日佔領的最高統帥 他的簡寫叫SCAP 那這SCAP 在這個 在1945年9月2號的 東京秘書裡見上 簽署這個 降服文書之後呢 就發布 一般命令第一號 在盟軍這邊是 麥克拉瑟代表 盟軍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在降服文書的天賦書裡面 但是在大日本帝國這邊呢 是由 這個 天皇陛下 因為也簽 他有代表 就是昨天各位看到的崇光奎 崇光奎代表 大日本帝國 這個天皇陛下 跟帝國政府 然後 美金美智郎代表 代表 代表 帝國大本營 就是軍事政府 這兩個人 代表三個 三個法人 三個單位去簽署 這個降服文書之後 這個 天皇陛下就能夠 透過大本營 發布 屬於 大日本帝國體制的 一般命令第一號 所以台灣 台灣的 第十方面軍 也才會依據這個日本 帝國大本營的 一般命令第一號 向 盟軍的代表 蔣介石 蔣介石的代表 乘以投降 所以整個程序 是這樣子的 那只是說外面 你比較聽到的簡略說法是說 根據麥克拉社的 一般命令第一號呢 所以這個 這個 台灣總督向 這個 乘以投降 其實 並不是因為 麥克拉社的 一般命令第一號 而是因為大日本帝國 天皇陛下的 一般命令第一號 但是你要說是 麥克拉社的 一般命令第一號 也可以啦 因為麥克拉社 已經被授予權利是說 他 他可以在天皇上面 在佔領的時候 所以呢 他 他中國 就有一個 中國自己的主權政府 即使這個主權政府 人格分裂的很厲害 這時候可能有三個人格 然後 同盟國支持蔣介石這個人格 那個 軸心國支持 譬如說汪金偉 那個人格 那 但是 就同盟國來講 他有 中國有兩個政府 在這個階段 一個是 中國的主權政府 一個是 在台的佔領軍政府 所以 到了這個階段 我這裡寫 無是說 沒有一個合法 以國內法觀點而言 沒有一個合法的 國內政府 但是當局還是有的 我是指政府 不是指當局 所以呢 在這兩個階段 中國 或是中華民國 都沒有一個 合法的政府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李中仁 他那時候是 合法的代總統 那李中仁 從香港逃亡 從這個日子 從香港逃亡到美國之後 他並沒有建立了 所以 不管是 控制中國大陸的 這個 共產黨政權 或者是 來到台灣的 蔣介石政權 他們 都不能代表 中國 就在這兩個階段 沒有一個 當局 有這個 合法的權力 代表 以國內法來講 所以 中國是沒有政府 但是中國滅亡了嗎 沒有喔 這還有沒有例子 有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 德國 整個被 四個國家佔領嘛 美英 美英 蘇 法嘛 那 也就是說 德國這塊 德國的土地上 沒有代表 德國人民的政府 希特勒政府被摧毀 被消滅 被解散了 德國的土地上 統治德國人民的是 占領軍 那四個國家 請問德國滅亡了嗎 沒有喔 這也是 占領不宜轉主權的 一個意思 所以呢 沒有政府不代表 國家滅亡 沒有政府不代表 國家滅亡 這是一個例子 中國的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是 占領 德國的例子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 跟我們最有關的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也是在 這個 1945年之後 就 帝國政府被解散 然後台灣總督府也被解散 可是 這不意味著 大日本帝國就滅亡了 他只是沒有辦法 發揮他的效能 他就像是被凍結一樣 那這有一個很關鍵的日子 1952年 1951年的 9月8號 究竟上和平條約 前約 1952年的4月28號 究竟上和平條約生效 究竟上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在究竟上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他說 日本放棄 佛羅摩沙跟澎湖 列島的這個 Right All Right Title Claim t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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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放棄 台灣跟澎湖的這個 權力全員請求權 那權力全員請求權 他不是講完整主權喔 所以 這個法律用字是很嚴謹的 他既然不是講完整主權 他不是講Full sovereignty 這就有玄機了 因為馬關條約 就是下關條約的時候 他英文版 因為他 昨天秘書長有講嘛 他是用英文版做準的 不是用漢文版做準 所以英文版他是解Full sovereignty 大清帝國是用 是割給日本天皇Full sovereignty 完整主權 但是在究竟上和平條約 他只放棄了 權力全員請求權 也就是說 完整的東西 扣掉一些東西 所以一定還有剩下的東西嘛 所以就有剩餘主權的概念 其實剩餘主權的概念 更早之前就出現了 所以 日本 或者說日本天皇 對台灣還有剩餘主權 所以在 然後在第二十三條 好 軍事上和平條約的第二十三條說 美國是 某一些區域的 說 第二條 第二條的 某一些區域的這個 軍 的 軍事政府呢 喔 他是主要 某一些區域 他是主要佔領權 日本的主要佔領權 但是是什麼樣的主要佔領權呢 你就去看 第四條 他說 承認這個 美國的軍事政府 在某一些區域的 處分的有效性 那 那些區域呢 其實就包括台灣 所以 一些問題就是說 台灣有沒有成立 美國有沒有在台灣成立 軍事政府 如果有 美國這個主要佔領權的責任 就跑不掉了 你懂吧 二十三條說 美國是 日本的主要佔領權 第四條說 日本承認 美國對某一些區域的 軍事政府 美國的軍事政府 對某一些區域的 處分有效性 那這個區域其實就包含台灣 所以現在問題就來了 美國有沒有在台灣成立軍事政府 如果有 那他這個主要佔領權的責任 就跑不掉了 好 所以我為什麼等一下就重點要講 美國的軍事政府在哪裡 所以呢 那這個 1952年的8月5號 是發生什麼事 8月5號就是 台北合約生效 日華台北合約生效 那台北合約是什麼時候簽署的呢 這很巧妙 他是在 舊性戰略條約生效的那一天 在生效的前幾個小時 簽署 這是故意的 但是我就 時間不多不講那麼多了 所以他是在 舊性戰略條約生效的前幾個小時 簽署台北合約 但是在8月5號生效 那這生效會有幾件事情 影響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 蔣介石他本來在台灣 只是一個 代表盟軍分配佔領的一個軍事當局 但是就中國而言 他只是一個流亡政權 他不能代表中國 可是因為他簽署了這個 日華台北合約 他是一個和平條約 所以他就在這個時候開始 他可以代表中國了 懂我意思嗎 他就從政權變成政府了 政府就是代表他有某一種合法性 統治的合法性 可能叫政府 那 這個 這是他第一張名片 有關於中國的第一張名片 那有關於台灣的名片呢 是這兩個頭銜 一個是 次要佔領軍政府 一個是台灣治理當局 為什麼是次要佔領軍政府呢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佔領軍事當局了嘛 那 但是因為軍戰衡條約已經 Grant 給美國 作為這個 主要佔領權了 所以其他的也只能是次要了 但是美國這個主要佔領權呢 他會因為某一些因素 譬如說像 開羅新聞公報 他會給這個次要佔領權很大的 空間這樣子 那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呢 除了主要佔領權的默許之外 就美國的默許之外 一方面也是因為 日本的 被動的 被動的同意 就是日華台北合約 就是等於日本 他明示或暗示 蔣介石這個政權來管台灣 但是他並沒有把台灣這個領土或是主權 割給蔣介石或是中國 所以他只是一個管委會啦 懂我意思嗎 然後美國只是一個監護人 這個屋主是誰 屋主是日本天皇陛下 台灣這塊土地假設是一棟房子的話 這個屋主是日本天皇陛下 我們都住在這個房子裡面的人嘛 我們都住在這個房子裡面的人嘛 然後這個 中華民國只是一個管委會 那 美國是這棟屋 這棟房子 被查封的房子的監護人 這樣子 被信託的人 這個 所以一直到這裡 你看 這裡 我這裡就改成台灣 因為這個時候就跟中國無關了 在1979年1月1號這裡就跟中國無關 所以我寫台灣 它是一個非國家的領土 它只是一個territory 既不是country 也不是nation 也不是state 這個領土呢 territory呢 它也有幾種概念 名字 政體 當局 治權 所以現在 為什麼是1979年1月1號 因為那一天起 美國的這個卡特政權呢 跟中華民國的 蔣經國政權斷交 什麼叫斷交 斷交就是撤除這個政府承認 它不是撤除 不是國家的事情 是政府之間的事 什麼政府承認 就是中華民國本來在這些階段 在美國眼中 是可以代表中國的 但是從這一天開始以後 它就不能代表中國了 懂我意思嗎 那個代表性的政府承認 那在美國眼中呢 在這一天開始 中華民國這個流氓政權 既然 講是流氓政權 既然不能代表中國 它就不能作為佔領權 因為各位要記得喔 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佔領是一個主權國家才能有的權 就像 跟這個軍事佔領很像的 叫做領土先戰 我說這個東西是我的 代表我是有相當的格 我才能去拿這個東西 我才能這樣主張 我如果是一隻鸚鵡 我這個鸚鵡長得很像人 會講人話 我沒有這個格去取得這個東西的 去佔有這個東西的 懂我意思嗎 所以 國際法也是這樣 佔領是一個國家 代表國家的政府才能去主張 才能去執行的 所以美國這個主要佔領權 如果不承認中華民國 能夠代表中國的話 他就沒有佔領權 所以呢 第一個他也不是政府 他是政權了 所以他就沒有官方關係了嘛 對不對 第二個他沒有佔領權之後 他就只剩下治理當局的身份 所以就是為什麼 台灣關係法 他的用語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但他的本質 是一個流亡治權 那台灣也是很複雜 台灣有幾種概念 你看喔 這個美國白宮國安會 亞太事務主任韋德 在2007年8月29號的時候 他怎麼說 他說 做為台灣的 他說台灣 這個 Republic China Or Republic China 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他的意思就是說 做為台灣的 中華台北不是主權國家 但是這個台灣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他這個主權國家的英文是用State State它雖然是國家的意思 可是它 是政治組織的那一種國家的意思 它不是隨便的國家意思 它是政治組織的國家意思 所以它是真正 真正的那個 我們所謂的國家的意思 那這個中華台北呢 我剛剛已經講了 它是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有兩個身份 一個身份是 就是流亡政權 它只是一個難民組織 但是另外一個身份呢 卻又因為台灣關係法 它是台灣治理當局 懂我意思嗎 這是一個統治的政治組織 這是一個難民組織 它有這兩個身份 所以 同樣都是用這個名字喔 所以 無論如何 這就是一個政治組織 這也是 這個國家也是一個政治組織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就是那個政治組織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就是統治當局 所以你不要看到台灣就很爽 就覺得啊 這個一定是爛耶 這個一定我們 代表我們的 不要高興的太早 這個是代表 它本質是什麼 中國流亡治權 它只是我們的代辦 像旅行社一樣 它只是代辦 不是我們的代表 這個台灣人民不是獨立的 台灣不是獨立的 它作為一個Nation 並不想要主權 這是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在2004年10月20日要說的 因為它是用Nation 所以呢 這個台灣指的就是人民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等一下會解釋什麼是Nation 這你也可以參考這個 秘書長寫了台灣戰爭史440篇 秘書長有另外一番詳細的見解 各位可以去參考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寫這句話 你也要會判斷 台灣現在被中國流亡政權 作為台灣統治當局治理 如果這樣寫 這個台灣是什麼意思 因為它是被治理的 所以它就是指 被治理的領土或是人民 它就不會是指政治組織了 懂得意思嗎 所以同樣一個台灣 它已經有幾種意思了 三種了有沒有 統治的政治組織 人民跟領土 對不對 同樣一個台灣 在不同的場合 它就有不同的意思 然後你再看 這個人民又可以分 台灣的人民跟台灣上的人民 英文喔 一個是the people of Taiwan 一個是the people on Taiwan 因為這個 這是on 所以這個台灣就是指 一個地理範圍 譬如說領土 所以它就包含什麼 包含那些中國難民 包含白狼啦 懂得意思嗎 白狼就算在這裡面 他是中國人 但是他算在台灣上的人民 就是說只要是1945年以後 取得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居留權的 那些人都可以算是台灣上的人民 那台灣的人民呢 因為這個the 所以這個台灣是指屬性 具有台灣屬性的人民 所以它就是什麼 就是不包含那些難民嘛 因為難民是因為戰爭的因素 才來到台灣的 他們有經過一個法律的規劃手續 所以它的屬性不是屬於台灣的屬性 它是屬於中國的屬性 所以這裡的人民呢 它有 基本上有兩種屬性 基本上 就是 屬於台灣的屬性 就是大日本帝國 下台灣的屬性 一個屬性是 這個 中國的屬性 所以這邊的效忠是有分歧的喔 你這邊的軍隊是要向誰效忠 對 所以就為什麼會有一堆 所謂中華民國的將領 跑去中國說 什麼都是中國軍有沒有 對啊 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 他沒有說錯啊 因為那些中國人 他本來就是 要向中國效忠啊 你不能強迫他 說 你 你不能剝奪他的中國國籍啊 我們沒有權力去剝奪他的中國國籍 反過來講 那些中國難民也沒有權力去剝奪我們的大日本帝國國籍 同樣的嘛 很平等 非常平等 所以這裡是法理的台灣人民 這裡是政治上的台灣人民 所以 這裡這裡又很好玩了 在台灣關係法的制定過程中 本來這個 又把台灣當局跟台灣人民混淆 本來這個 行政機關 行政當局跟 美國參議院 法案的草案 台灣關係法的草案 都是講台灣人民 但是呢 眾議院的法案裡面 他就引入了台灣當局 然後把這兩個混在一起 所以在這個 眾議院的這個 他們準備了 這個文件裡面就說 台灣人民跟台灣當局 他就會想說這兩個其實是不一樣的啊 比如說一個美國人 他來台灣 他可以向台灣人民取得簽證嗎 不可以嘛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民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 他不是一個統治的政治組織嘛 所以 美國人要來台灣旅遊 不能 不能像一個抽象的台灣人民取得政治組織嘛 就像陳薇婷跟林非凡說 我們代表台灣人民喔 他講得很爽嘛 我們指揮這個政府 今天是我們指揮政府 不是政府在指揮我們 結果過幾天 這個 不是有一群這個 統一促進聯盟的 白狼他們就說 找他們 叫你們代表出來 然後那個學生 學運的代表就說 你們應該去找的是 我們沒有權利啊 你要去找總統府啊 有權利的人啊 對不對 所以他講得很爽的時候 他可以說 我們代表台灣人民啊 實際上呢 他不是統治的政治組織 他沒有權利 他沒有power 他沒有authority 但是他有right 不要把這個概念混淆 人民是有right 就像本土台灣人民有一種right 然後有一些right 然後在台灣上的中國難民也有一些right 但是這些right是不一樣的 但是無論如何都不會是power 也不會是authority 都不會是權威也不會是權利 有權威權利的就是台灣當局 或是給台灣當局權利的那個美國 所以呢 台灣是什麼 根據台灣關係把第十五條 台灣一池江市情況需要 包括台灣澎湖列島 島上的人民 公司及根據這些島嶼 法律而設立組成的其他團體及機構 還有這個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 以及任何接力者 所以它有幾種概念 它有五種概念 前三種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了 地理概念 人民 這是島上的人民 the islands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有沒有 所以它是用on 所以它已經混合了那些中國難民了 所以這就是美國 美國所謂台灣關係法下的準自治 semi-autonomic 這個公司就是法人 這個公司就是法人 其實是要翻成法人 因為cooperation 翻成法人比較精準 公司不太精準 治理當局 所以它有五種概念 不要看到台灣就很爽這樣子 至少 至少呢 至少呢 島上的人民 有中國的成分在 然後這個當局也有中國的成分在 不要看到一個 不要看到一個台灣就很爽這樣子 不要看到一個通民就很爽 好 暖身結束 進入正題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在您前方看到這個 就是民國七十年 民國七十年的空造圖 這個張空造圖呢 很清楚地顯示出來 我們空軍清潮基地 在那個時候的機場 這個狀況 這條是主跑道 方向呢 主跑道 這邊是北方 這是南方 是南北向 南方 那這邊 這邊是東方 這邊是西方 那以主跑道劃分呢 東邊這個區塊 這邊東邊這個區塊 這個 這個區塊呢 美軍當時在這邊 建立一個美國城 那這是教堂的位置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在這裡 教堂的位置 這高水塔 這個區塊就是 美軍的生活區塊 十一住行娛樂 戰備性 統統在這裡 主跑道 那這個主跑道 以西這個部分呢 就是當時我 我方 以前的空軍三大隊 在這個位置 三大隊部 那這個地方 這個區塊 現在是漢翔 以前是我們三大隊裡面 八隊飛機所提放 八隊現在已經不在了 已經踩車掉了 這邊台中米航站 現在變成台中米航站 這個門是公民 現在我們因為 京津安京津安 這個已經 這個管制道已經 這個封閉了 這是西施寮門 這是西施寮門 這幾個機堡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警戒機堡 這是我們 但比例有放大就是 這是民國七 對放大 民國七十年的空障圖圖 現在這個圖已經變成參考圖 1981年 這條是滑行道 那我特別交代 特別說明這個就是 教堂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美國 現在這個 這個美國城在這邊 美國城市喔 我們來的時候 中間看到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十字路口 這個點呢 以前 這旁邊有一個叫做 基地進出 患症的一個地方 那表示說 然後問過 美國退軍人 他這邊以前有個管制哨 在我們來講叫做一個門 就是 就是一個進出門 中美交界的地方 欸就是說 我們 他這邊 老外美國人他自由進出嘛 我們中方人在那裡要在那裡換陣 換陣的時候才可以進出到他們 原來他們是空情人員 空情人進出到他們的這個整個區 那也就是說 你在這邊 所看到的所有的場景啊 都是當初美國人建造的 好 都是美國人建造的有沒有聽到 台中清泉岡基地啊 大部分都是美國人建造的 然後裡面有一個美國城 到了1981年的時候 那個美國城還存在 所以他們那個空照圖有沒有 他就介紹了 那他剛剛一直講說 中方有沒有 所以這些將領都很清楚 他們是對誰效忠 對誰效忠 中國嘛 對不對 所以是誰在保衛台灣 美國嘛 不知道他幹嘛蓋坐美國城 但是問題是 現在還有沒有保護台灣 這個軍事政府藏在哪裡 我們來看 這就是 前一陣子一直在報導的 這個羅蘇丹尼爾 這個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局的 這個助理國務卿 他在參議院的境外關係委員會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東亞與太平洋事務 執務委員會的聽證會上 在今年的4月3號 我截錄幾段滿有意思的話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一個就是說 我們享受與台灣的防衛 和軍事服務的領導人員 不斷的和健全的交流 所以如果 你看到一些新聞說 為什麼 這個中華民國 有一些國防部長辭了 本來說要辭 後來又沒辭 變來變去的 你們這背後有誰在影響 OK 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 這個在台灣關係法裡面都有 所以我就不細講 這裡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們與台灣的安全關係 是遠不止於對台軍售 新聞媒體看到了 每次都講對台軍售對不對 對不對 好像美國對我們而言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他的承諾就是只有提供軍售而已 其實 他說 我們與台灣的安全關係 是遠不止於對台軍售 所以對台軍售是台面上的 台灣沒有正式參加國際同盟或演習 但台灣使用美國所提供的保守材料和服務 加強其人道主義就援助能力 所以你看前一陣子這個馬來西亞航空370班機不是不見了嗎 對不對 那不是說中華民國派出三艘軍艦去找 有沒有 你看喔 他沒有告訴你 那是用美國提供的服務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華民國的軍艦 他的標誌都拿掉了 那是什麼意思 那是什麼意思 國際法裡面 一艘船 尤其是軍艦這種東西 有武裝力量的 他離開了 他自己的 離開了那個領海 到了一個外海 別人的領海或是公海 如果沒有一個可公辨別的標示 人家怎麼知道他是不是海盜啊 是海盜 是海盜 海盜 對啊 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把它打下來 所以中華民國為什麼從2000年 我沒記錯的話 從2000年開始 他全部換成海巡署 你要注意喔 現在能夠在外海巡邏的只有海巡署 海巡署是軍隊嗎 不是喔 海巡署是警 是像警察 像日本的保安廳這樣子 海上保安廳 所以即使是警察 他也不能跑太遠 而且 他做一些重要事情的時候 都要美國同意 所以在菲律賓那個漁船糾紛的時候 他不是派軍艦出去 然後美國的飛機在那邊跟蹤 對不對 監管 所以這是為什麼 因為這台灣治理當局的權利是來自於美國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 怎麼說 難得的場面 在台北的松山軍機場出現了美國軍機 讓這些軍事迷瘋狂拍照 下午5點多松山軍機場上出現了這個機身上寫著United States的美國軍機 罕見的停在跑道上 這個畫面讓攝影迷軍事迷為之瘋狂 美國空軍專機隊 美國空軍專機隊的 美國空軍專機隊的 他那個 他們737 這個飛機 通常 大家可以自己去網路上抓這個影片 因為我時間不多 所以呢 美國軍機載誰來 在今年的2月21號 的新聞 他在誰 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他是先到台南空軍基地參訪 才去拜訪馬英九 OK 再來 我畢竟還是一國元首的宣誓就職 還是有來自於各界的祝賀 包括了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斯雷提南 所率領的國會議員祝賀團 今天下午就搭乘美國政府的軍機抵台 羅斯說他們此行除了要慶祝馬總統連任之外 好 也是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做美國軍機來台 對不對 他的目的是什麼 祝賀馬英九就職 第二任的時候 他幾點來 下午3點30分 就職典禮都早上 對不對 所以他下午來的時候 是不是就職典禮都結束了 所以他是來慶祝就職的嗎 不是嘛 是名義上是嘛 所以很明顯 那他為什麼要做軍機來 為什麼 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他們也做軍機來 為什麼這些國會議員來都要做軍機來 為什麼這些國會議員來都要做軍機來 不是一般的外交專機 好 我們就在講為什麼 你看喔 AIT 它也不是代表 它是代表美國 但它只是一個民間組織喔 它一個人員呢 早產的新生兒 也是坐軍機 到松山機場那邊降落 中華民國的一個外交人員 假設他小孩子生重病 他可以坐軍機這樣子載到醫院嗎 可以嗎 不行嗎 那為什麼 美國一個不是美國的官員 不是美國官員 他只是一個代表美國的民間組織 他的小孩可以這樣 享受這種特權 為什麼 這就是美國在施展某一種 東西在給你看嘛 什麼叫做權力 什麼叫做power 什麼叫做authority 懂我意思吧 就是當我們都在抱怨 你美國如果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你美國說 如果說你對台灣有權利的話 你為什麼都不展現 其實它展現啦 台灣人看不懂啊 包括 包括美國311大地震 美國撤僑來台 它其中 中華民國的海關 開放一個關口 讓美國AIT去那邊 辦理這個事宜 中華民國的海關 海關人員完全無法介入 他也是在幹嘛 他在給你看啊 美國的權力在哪裡啊 他為什麼不 不把僑民撤到韓國 撤到關島 我們來看 為什麼這個國會議員 要做軍機來 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對美國的軍事管轄權有三種 這裡我為了要用這一段文字 所以我特別限縮於美國憲法的描述 事實上 美國總統的權力是 有一些是比樣 就是在這個美國憲法之外的 但是因為這裡我要用這一段文字 所以我先限制在美國憲法之下 美國憲法對美國軍事管轄權有三種 第一種管轄權呢 行使於和平戰爭亂中 第二種軍事管轄權呢 是被行使於境外的戰爭 且不涉及美國邊界 或是美國境內發生暴亂內部戰爭 被視同交戰方的叛軍佔領 第三種軍事管轄權限於美國本土內的侵略或暴動 所以呢 第二種軍事管轄權就是軍事政府 在合宜的情況下 取代當地法律 並在總統的指示和國會的民事或暗示的制約下 由軍事指揮官行使 第三種軍事管轄權就是戒嚴法 就是戒嚴 所以呢 你簡單記就是說 境外的就是軍事政府 境內的就是戒嚴 這樣好不好記 好記齁 境外的那種軍事統治呢 就叫做軍事政府 境內的那種軍事統治呢 叫做戒嚴 好 所以呢 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的是什麼 我們都 教科書都告訴我們是戒嚴嘛 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都知道了 中華民國並沒有取得台灣 作為它的主權領土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管是沒有任何一個條約嘛 沒有任何條約把台灣澎湖割讓給中華民國或中國任一個政權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中華民國這個蔣氏集團啊 或是陳陳啊 他在1949年5月在台灣實施的那個就不叫做戒嚴 名義上叫戒嚴 實施實際上是軍事政府 所以為什麼馬英九要在520就職 大家有沒有想過馬英九要在520就職為什麼 他會告訴你 啊這慣例啊 中華民國總統就職的慣例就在520啊 你去查 是不是真的是慣例 不是 但是為什麼是520 因為520就是戒嚴日 就是軍事政 就是蔣介石重新拿回這個軍事統治的權利 因為他本來指派陳怡嘛 後來換陳陳嘛 但是呢 蔣介石後來流亡到台灣的時候 他要重新取回收回這個權利 就是先利用這個1949年5月20號的戒嚴 所謂的戒嚴 所以為什麼後來的中華民國總統都是選在520 這是有象徵意義的啊 你看喔 在台灣關係法的第14條 中院外交委員會 參院外交委員會 及國會其他四當委員會 將監督 美國與台灣繼續維持關係的法律及基礎事項 所以這關係包含什麼 包含舊金山和平條約確立的那個關係 美國跟台灣的佔領權跟被佔領地的關係 有關東亞安全合作的美國政策的執行 然後委員會呢 要適當的報告監督的結果 所以這一種管轄權是一種監督權 美國總統呢 有什麼軍事管轄權呢 在憲法下 比如說 在1979年3月底 國會通過 就是3月28號 4月10號美國總統簽署 往前追溯於月1號生效 這是有玄機的喔 但是我就不多提了 美國總統跟國會呢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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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防衛需要的判斷 因包括美國軍事當局向總統及國會 提供建議時的監督報告 所以我剛剛不是說 第二種軍事管轄權是軍事政府 它有屬於總統的跟國會的 有沒有 所以這個美國軍事當局要向總統跟國會報告 有沒有 所以台灣關係法是哪一種 第二種的軍事管轄權 美國憲法下第二種的軍事管轄權 你看喔 指示總統如於台灣人民 這個台灣人民就是the people on Taiwan 包含中國那名 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遭受威脅時 因而危及美國利益時 因迅速通知國會 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程序 決定美國應接觸採取這項行動 所以大家就理解什麼是憲法程序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你看總統頒布行政命令 這些行政命令也吵得很兇啦 包括因為這個服貌 大家可以去聽我之前的演講 留不多題了 這是很重要的一條 我個人覺得是台灣關係法裡面的Mega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機構 依據美國法律授權要求 向台灣提供或由台灣接受任何服務聯絡承諾等事項 要乃總統確定 依台灣人民適用法律而具有必須之權利者 可依據本法案代表台灣提供保證及採取其他行動者 這條款在講什麼 首先什麼是台灣設立的機構 就是之前叫做北美事務協調會 後來叫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那一個 台灣統治當局的代表 懂我意思嗎 所以誰認定那個機構擁有代表台灣 而且具有必須之權利的人 誰 誰 誰 美國總統嘛 美國總統確定嘛 確定那個機構是 依台灣人民適用的法律 而具有必須之權利者嘛 可以代表台灣嘛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因為在1979年以後 他已經不能代表中國了嘛 那他 他一個流亡難民組織 怎麼有權力統治台灣 懂我意思嗎 所以美國總統 我們等一下就會看 美國總統就頒布一個命令 讓他來統治台灣 然後台灣關係法後來就是 確定了美國總統那一個決定 懂我意思嗎 這我們剛剛看過了 就這一個 1978年12月30 那時候 隔兩天才所謂的中美斷交 隔兩天 還沒有中美斷交 卡特總統呢 關於台灣人民的 關係的備忘錄 注意這台灣人民是on 因此我宣告並指示無下 這表面上叫備忘錄 實際上是行政命令 真正的executive order 目前有權威去進行我們的計畫交易 及其他或關於台灣關係的部門機構 依照此權威 並且 適當的 透過低段所提的機構 被指示 並進行 與實施那些1979年1月1號開始的計畫交易 及關係 這個低段的機構是什麼 就是後來的AIT 因為那時候AIT還沒有成立 台灣關係法都還沒有提出來 所以這就是後來的AIT 他為什麼要在斷交前發布這個行政命令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 在斷交會發生什麼事 中華民國政府就不能代表中國 所以他就沒有佔領權 對不對 沒有佔領權會發生什麼事 台灣這塊土地不就沒有當局了嗎 沒有一個真正有軍事力量的當局 那中國可不可能入侵 而且他本來就是 卡特本來就是要跟 跟中共建交嘛 所以中共一定會要求美國在台灣撤軍嘛 對不對 台灣 我剛剛已經給各位看了 清權剛有一個美國城耶 那時候美國在台灣有幾十萬的軍隊 幾十萬人的軍隊 所以中共一定會要求美國撤軍嘛 那美國要怎麼樣才在 表面上撤軍的情況下 還能夠保有他的佔領權呢 透過一個行政命令 所以這個就是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透過這個行政命令呢 委任這個中華民國這個政權 現在叫中華台北這個政權 當他的代理商啦 代理佔領啦 懂我意思嗎 他沒有權力佔領了 可是呢 美國就透過一個命令說 來你幫我佔 表面上軍隊撤走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呢 這時候台灣關係法還沒訂立喔 所以美國總統頒布這個行政命令的權利 不來自台灣關係法 來自什麼 來自 萬國公法 戰爭法下 美國總統的特別職權 懂我意思嗎 所以各位要了解戰爭法 你就知道為什麼美國總統有這個權利 你才看得懂這個美感 這就不是美國國會議員整天在提的台灣關係法 但是在後來呢 你看喔 當這個美國的法律規章命令涉及到一個 Foreign Country Nation State 境外的疆域幫國的時候 政府類似的事情要包含台灣 所以台灣即使不是一個country 不是一個Nation 不是一個State 可是呢 那些法律都適用於台灣 懂我意思嗎 這三個是 嚴格來講是不一樣的意思 嚴格來講 美國人民的利益 將很快有一個被認證的公司行事的非官方機構代表 這就是AIT 所以他這個執行令後來更新了兩次 就是在台灣關係法通過之後 因為台灣關係法位階也比較高 它是一個State 所以他通過之後呢 他就說 總統保留該法第三條 與特別指定於第十條A的決定權 有沒有 決定什麼 決定誰是台灣統治當局嗎 懂我意思嗎 什麼是選舉 什麼是中華民國的選舉 中華民國是假的啦 實際上是一個台灣統治當局 但是他本質是由那些流亡中國人在控制的 那什麼是台灣 什麼是所謂的台灣選舉 或是中華民國選舉 就是美國說的自治啦 美國那個準自治啦 Semi-autonomy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台灣人民選完以後 這台灣人民是the people on Taiwan 包含難民的那個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選完之後 等於是提名 提名美國總統說 我們提名這個人當我們管委會主委 這樣懂嗎 這叫做提名權啦 那美國總統呢 就在520之後 就在那個中選會公告貼出去之後 喔台灣上的人民 提名這個人當你們的管家 好 我們美國總統發賀電 這個發賀電相當於什麼 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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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可 所以美國總統我沒有干涉你啊 你們自己管自己啊 可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 那些中國難民有提名權嗎 大家懂吧 他不是屬於台灣屬性的耶 他是難民 他是被收容的 你有聽過這個 西藏流亡政府去決定印度要怎麼 怎麼建設的嗎 沒有嘛 對不對 達賴阿媽也不能決定 印度要怎麼建設啊 對不對 他們是被收容的啊 所以 這是一種假的自治 假的 不是真的 假的 好 所以你看他承認誰 北美事務協調會 一開始 決定由台灣人民 這是暗喔 建立的非觀光經過 能夠代表台灣 好 後來又是決定誰 改成北美 改成 在美的台北經濟文化社辦事處 好 這是一個例子啊 那我時間不多的不多提 大家可以去 看我之前的演講 什麼是管轄權 我問各位一個簡單的問題 一個家庭裡面 請問是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還是媽媽 只能選一個喔 覺得是爸爸的舉手 覺得是媽媽的請舉手 大部分都沒有舉手 其實可以隨便猜嘛 答案是這樣的 根據自然法 我的標準 我的criterium 是自然法 是媽媽 為什麼 因為 要決定這個小孩子 能不能繼承這個家庭的時候 請問是誰可以決定 媽媽嘛 為什麼 因為只有媽媽才知道 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對不對 搞不好 偷來啊 還是跟人家長生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他要決定這個小孩子 能不能繼承這個家庭的時候 是只有媽媽才知道 這個小孩子的真正血緣嘛 真正身分嘛 對不對 所以 這是真的啊 所以你要決定一個領土 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的忌受問題的時候 也是一樣 誰對這個小孩 對這個領土 這個政府 這個國家 有管轄權的 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能夠知道那個 那個 領土 那個政府 那個國家 真正身分地位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 美國說 美國衛生部長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 都沒有權力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他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只有我有權力決定啦 你懂我意思嗎 他 他為什麼有權力講這一句話 他的意思 沒有講出來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都沒有權力有意思 只有我才知道這個小孩子的爸媽是誰 懂我意思嗎 我是 我是 台灣這個小孩子的監護人 你們這些人都不是監護人 比較吵 懂我意思嗎 但是他沒有說他是台灣這個小孩子的主人 他沒有這樣講 對不對 所以這是管轄權的案例 第二個管轄權就是說 這維基解密有講 2007年美國要求聯合國不再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大家可以自己去網路上查 我就不講了 什麼是Country Nation State 什麼是Country Nation State Country是英文伯爵的意思 所以這Country相當於以前伯爵的一塊領地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風俗制度的自治體 算是某一種格蠻大的自治體 自治體也有分很多種 但是Country是一種格比較大的自治體 格比較大的 所以我是覺得翻成疆域比較好 它有時候可以翻成國 有時候翻成領地 但我覺得翻成疆域比較好 它就算翻成國 很多時候也沒有這個政治法律國家的這個意思 Nation是什麼 Nat的語言是to be born 被生下來的 所以它就是語言跟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它往往這個Nationality 往往是由出生地決定 血緣或是出生地決定的 懂我意思嗎 所以它有時候翻成民族 有時候翻成國家 我覺得翻成幫比較好 因為幫有時候是民族的意思 有時候是國家的意思 這State是什麼 State就是站立起來的意思 原本語言是站立起來的意思 政治人物不是說 台灣人民站起來了 有沒有 它為什麼要這樣慫恿這個群眾 就是說這個State就是有那種 就像那個巨人 有沒有 利維坦那個巨人 它為什麼站起來 不是一盤散沙倒下去 它代表了一種 這些細胞呢 因為社會契約 而形成這個共同體的那股意志 跟約束力 懂我意思嗎 我們如果要組成 我喜歡一個女生 我們只是認同同居 就像這兩種 就像這一種 同居的話不產生約束嘛 對不對 就算生了小孩 也可能會分開啊 誰知道住的那種房子到底是誰的 對不對 可是我們如果通過一個法律程序 變成一個家庭 那就有一個真正的約束力了 對不對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什麼 都要妥協 因為我有我的價值觀 你有你的價值觀 我們怎麼樣形成一個共同體 就是需要妥協 所以真正的國家 它怎麼樣形成一個約束力 就是妥協 而不是像今天那些搞學運的人說 只有我說的才是對的 馬英九也說 我說的才是對的 我代表台灣人民啊 學運的人說 我代表台灣人民啊 白狼說 我代表台灣人民啊 誰代表台灣人民 所以 真正的一個國家是什麼 它是要每個人都平等 法律地位平等的情況下 每個人發表自己的看法 然後妥協 這種意志才是真正的國家 懂我意思嗎 這我都沒時間講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演講 我用標的 糟糕 什麼是主權在民 政科最喜歡講主權在民啊 我們看盧梭怎麼講主權在民 人民是不是主權在民 人民是不是主權者 社會契約的核心想法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每一個人把他與他的權威 置於公共意志的至高者 並且群體接受每一個個人 為不可分的一部分 所以每個人都是那個巨人的一個細胞 懂我意思嗎 那盧梭主權在民有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形成公共意志 就是有一群人民 怎麼樣變成一個共同體 再來呢他要選出一個最高的代表 叫做主權者 這主權者代表公益 再來呢這個主權者可以授權一些政府機關 去實行這個公益 但是在以前盧梭的理想是 主權者不能實行政府不能代表 他怕這兩個混合很容易獨裁 但是近代國家因為像很多國家 他們因為三權分立的做得很好 在憲法裡面就三權分立 所以即使沒有分開這兩個 他也不會形成獨裁 所以呢 2到3是授權 1到2涉及公益主權產生 產生不同類型的國家或準國家 所以1到2是國體 2到3是政體 1到2就相當於是 董事長產生的方式 2到3就是相當於 總經理或是執行長產生的方式 懂我意思嗎 國家就像那一個公司啦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大家想一下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意通過 為什麼少數要服從多數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的人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來表決 就是說 假設台灣人民有兩千萬人都想當奴隸 都想要繼續活在這種假的自治體下 其實是活在政治獵獵下面 但是有剩下的幾十萬人 不想要過這種假自治 我們要真正解決問題 我們不要藍綠鬥爭 不要黑白鬥爭 現在有黑朝 也有一個什麼白色正義聯盟 都是在玩一種假象 那是什麼 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選擇的表決方法 至少應在一個場合通過全體無意的表決 也就是說什麼 少數服從多數有個前提啦 前提是什麼 我們是一個共同體嘛 我們今天如果只是 你鄰居可以跑去你家說 我決定你家裝潢怎麼用嗎 不可以嘛對不對 對不對 你必須是這個家庭的成員 你才能決定這個家庭要怎麼做嘛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台灣是不是 台灣以前是 什麼時候是 1945年4月1號的時候 當天皇陛下頒發照書 給台灣人參政權跟參戰權的時候 台灣這個社會就以天皇陛下為我們的主權者 為我們的代表 懂我意思嗎 這時候社會契約就締結了啦 那現在是不是 現在不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被佔領 這個不正常的佔領 有中國人 有不是中國人 有難民 有不是難民 有佔領者 有不是佔領者 所以這不能 圈起來投票啊 這代表誰的意志 你是代表中國人的意志 還是代表台灣人的意志 你代表難民的意志 還是代表不是難民的意志 懂我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做法理 就是要區分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也是在幫難民解套耶 因為難民也是 也是活在政治煉獄底下的 OK 所以結論 人民不是主權者 主權者就是人民的最高的那個代表 就是仲裁者啦 我們兩個王家 想幫我們仲裁 只有一個超然公正的主權者嘛 只有公民可以行政公共意志 參與主權權威 居民不行 外國人不行 難民不行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主權者擁有主權 如果他代表公義 主權在民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 因原治公民 而不是公民擁有主權 每一個細胞都不擁有那個人 也不能戴那個皇冠 謝謝 各位同心 我們學校休息 餐廳那裡用餐 昨天沒有拍識別證的 今天等一下吃完飯之後 下午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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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前面辦公室拍照 昨天沒有拍識別證的 等一下吃完飯 下午一點 下午一點 在11點半 到大門口 前面那一棟 一樓大門口拍照 12點半喔 吃完飯 12點半到一樓的大門口拍照 感谢观看